宏观经济主持,雷志凯,Kenny,Eddie 好,我们继续四月尾,也是我们现在在迷米的宏观经济的现有科学最后一辑 去到第五支,也要欢迎Eddie,终于可以赶到你和大家 不好意思,真的挺长的 我大佬便秘做到 不要紧,我和神秘人都搞定了四节 我们还准备了都可以搞定 不过,我们今天说是我们最后一集 如果等你回来 有点违陷 三云奉行 今晚市场上升 因为Gillett的药油好像说是否随德西卫有 又是有用 是吗? 不知道 今晚升,我刚才乘车回来的时候看到 因为Gillett的药油好像说是有用 我估计它只是一只 都是随德西卫的药 暂时,因为今天就录音了 看到道指就升了三百多四百点 但是上次,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借这个原因 就是说随德西卫有用 而市场上升了下去 我觉得好像有点牵强 因为你始终未去到疫苗 你说药是否有用 现在还是很纷纷 我不知道他的医院报告是真的证明了 实际真的有用 还是怎样 但是我举例 你知道那个病是有药医 但你都不会是很冒险地去做经济运动 即是去做经济活动等等的 直至你真的有疫苗 叫做都可以保护得到 你才会够胆去做 是有药医可能是很多少少 但是你不会是在这个危险 哦,买了,那就试试吃药 药可能又有副作用 未必是真的完全解决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这样升 就是都由之前低位升到现在 都上次说五成 现在再升了上去 我没有很科技的计算 但是升了五成到六成 那由低位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呢 我觉得是好像升得急了一点 我先纏静一点 因为刚才你说 由低位反弹了五六成 其实呢 我估计呢 你说的由低位反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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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错 你是在说那个retracement 你是在说由一月头到三月底 整个跌幅的反弹 因为如果真的由低位计算的话 其实到现在反弹了大概是三分之一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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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升得很快 是快 绝对快 绝对快 其实我本来也有准备了一些想说说美股那边的东西 不过就 刚刚这两节呢 就讲一些投资教室的东西 就讲一下这个 特别是美国的USOIL的ETF 和油价的追踪功能呢 其实就 有意思 有意思 所以也都借这个 就讲一讲一些 投资的基础 所以叫做投资教室 还有呢 你刚才说到今天的美股反弹呢 Gilley那个呢 其实我没看到新闻 之前 准备录音呢 就没看到 但是我其实看到今天 油价也反弹了不少 你看到美国那边的WTI呢 刚才我们开麦当时呢 就反弹了两成左右 现在就再进一步 扩大 那个反弹 今天美国WTI的升幅呢 已经是接近三十 三十几的百分比 英国 那今天布兰特的油价呢 也都反弹了超过十五个百分比 那所以其实 其实油价都 其中一个带动市场上升的因素 那也都借这个机会讲讲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都说了 美国的Oil Fund ETF呢 和那个油价的 tracking的关系呢 基本上已经是失效了 那所以呢 刚刚刚刚才说了 美国WTI 今天弹了三成多 但是如果看回 U.S.Oil 就是那个ETF呢 今天也反弹了 弹了四个百分比 那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靠买这个来拨油价反弹 的话 基本上都完全 整个数据都算不上了 你已经是 一向都说这个工具不行的啦 大哥 就是本身去查住 就是那个月的旗油 你都 和John所说 就是已经买到 整个市场 一个这么大分的地位 那 人家就看着你 现在你又搬 人家搬到门 又搬到期货 就是搬到远了 那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都觉得是 就是 你始终油是没有 没有现货的问题 就是 你炒期货 你又 上次我都说了很多次 期货 你又有搬仓的问题 又有困仓的问题 你ETF又查得不好 油股又有 就是company specific的问题 你查不到 我真真正正正想看 油是会升 而又可以坐得到 不会被人斩仓的问题 解决不了 就是我觉得很难搞 是啊 所以这个也是 刚才我们也说到 ETF ETF本身这个工具 那个原意 是一个好的原意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们其实也没有争议的 只不过 我过去也提出过 ETF来说的话 后来就 越变越复杂 那也是那个结构 和他下面查的东西 也真的太多元化 也都有很多一些潜在的风险 counterparty的风险 就是交易对手的风险 另外就是流动性 特别是因为他如果查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衍生工具 的话 其实那个 买卖差价 流动性 其实对这个ETF的定价 都有一个很大的 不明朗影响 之前是夸张到 我见过 LFT 还是Wallstreet Journal 有一篇文章 是说到 有一只ETF 我真的不记得名字 大约一个操作方法 就是 如果它是 follow the trend 就是市升 它就跟升 跌呢 它就会 除了沽了股票之外 它就会 转双回国债 升 它就会双一些大cap的股票 跌呢 就会转回去做一些 就是十年Tresory的东西 嘩 你都玩得挺复杂的 就是 你去到什么位置 而且 都是那个问题 你始终ETF 你设定了设计 就是人家是知道 你 举例 市是跌了两成 你觉得由牛变红 你就会 炸饭 最惨的这些东西 就是 是红是红 是 一是牛 一是红 那你真是 左右被人挖幾班 是 很难搞 所以 他的交易成本 他不停买又买 他的交易成本 很高 所以 我觉得 ETF 那个工作 都说了很多次 就是 工具 就是把刀是正常的 你可以用来切牛排 也可以 可以杀人也可以 就是 你怎么用工具 我不觉得是工具的问题 现在这些刀有新功用 去刷连龙牆的海报 OK 就是 是一个 很高情操的一个动作 最重要是 斩人 斩人都可以很高尚情操 是啊 等于 我的standard就是 这些高尚情操的人 在我读书的时候 就不难修理 就是这些 这样的级数才是 但是 现在就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 Forland Angel 我觉得 你说 扭曲这个 就是 价值观 我觉得现在实在 是大开眼界的 就是 我是 实在 还以为出自一个 就是我们觉得 是应该很有 学悉修养的 社会地位很高的 法官的口中 我真的觉得是匪夷所思 这个实在是 可能我们这些 实在是太过低端了 我们老实说 对于这些 就是 不同的等级的人 的思维 实在是 没办法去理解 这个是 那就 不要说这些 那么敏感的事情 扯远了 不是 一扯开我 就回不了头了 或者 其实我也想说 刚才说 就是 刚刚 因为我也准备想说 黄金的东西 不过留下一次 因为时间不多 但是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Eddie 说到 就是 现在这些 所有新的 因为 其实有个名字 这个新的ETF 它是叫做 Active Managed 的ETF 就是 是一个 主动式 管理的ETF 所以其实 Active Managed 那又和 你一个Active Managed 那又和一个Hash Fund 有什么分别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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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去看 这件事情 首先 问题就是 什么是叫ETF ETF 就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s 就是 它是在交易所 可以买卖的 基金 所以它本身 它不一定 ETF 本身不代表 一定是很 抵抗著 某个指数 所以 这个是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是Active Managed 的ETF 你可以说 跟一个 普通的 一个主动式基金 有什么分别 有 分别很大 管理费便宜一点 没错 这个很大分别 这件事是 阿John的薪金这么高 大哥 你怎么办 你贵就贵了 哥 人家又想着 他又不知道 雷总 大哥 高位又沽得到 低位又捞得回 在道指万百点 又捞回几张大棋 这些就是成本 贵得有价值 贵得有价值 就是 就是省一粒糖 书间厂就是这些 为什么不给少少钱 雷总 就是用这些Active的 Experience Smart的Fund Manager 去管理 就是 就是 今次最后一次 在文官 就是在米米这个平台做 就是其实 贵得有价值的 这些非要贵的 就是不要沽这些 沽这些红了 好心 喂 喂 你这样说话 我真的接不到 大哥 最惨的是 你说到我好自己 好贵的 但是其实这些 不是 事实不符 大哥 比林郑低一点 哈哈哈 你真的 所以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其实 这个新的主动式etf 出现 其实对于传统 比如我们这个公众 其实也有一个大力的威胁 就是那个成本 是 一直禁止 不过呢 其实呢 以前也说过了 其实 自由是最贵的 就是自由的东西 就是最贵的 所以 不要打算说它的收费便宜 但是其实 它里面呢 可能是交易上的成本 所以它那个真正的 那个叫做 开支 那个 那个比率 大家要小心点观察一下 就是观察一下 因为呢 不是个牌架 或者管理费低 就是一个叫做 便宜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 也就是 温馨提示一下 OK 那这次时间 应该差不多了 那或者我们 下一节 就是最后一节 也都 或者说一说 这个黄金又怎么玩呢 有价 就是想要追踪有价 都不容易了 那么 追踪黄金 有什么玩法 有什么考虑呢 那我们稍后再来 或者再说一说